因跑得太慢 索马里一名短跑运动员被质疑走后门参赛 该国相关官员遭到停职 体育部长直呼尴尬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三日报道 一日在成都举行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田径项目女子100米预赛上 索马里运动员纳斯拉阿里阿布卡以21.81秒的成绩完成了比赛 比冠军落后10秒多甚至比倒数第二名还慢8秒多 在一段网上疯传的视频中其他选手都冲过了终点线 但这位索马里运动员甚至没出现在镜头中 这点燃了该国民众的愤怒情绪 一篇在X原推特上获4700万点赞的帖子批评道 看到索马里政府如此无能真令人沮丧 他们怎么能选择一名未经训练的女孩代表索马里参赛呢 二日索马里青年和体育部长穆罕默德称 该运动员并没有受过跑步或其他任何运动的训练 该部门也并不清楚这名年轻人是如何被选中参赛的 他对此表示道歉 据美联社报道 有人指控这名运动员是索马里田径联合会主席达希尔的亲戚 因此获得了参加比赛的机会 穆罕默德以滥用权力 群带关系和诽谤国家名誉为由 暂停了达希尔的职务 该部门称将对达希尔和其他涉嫌造假的人采取法律行动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称 一般只有达到参赛标准的运动员才能获准参赛 但达希尔似乎利用了政策漏洞 即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或被认为 没有达标运动员 则可以派出一名未达标 选手参加比赛的一个项目 感谢观看